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有一部就是为了支持电影夜而拍摄的抗议电影 今天我们非常地开心可以请来其中三位演员 包括有苏黎珊 沈珈乐 还有陆勇 跟我们聊天 三位 你好 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电影那个阵容 真的是非常地强大 就是我看到很多很多一些打卡 比如说成龙 还有那个谷天乐 梁家辉 任志伟等等 就是你们一开始知道那个阵容那么强大 会不会就是非常非常地紧张 我其实也蛮紧张 还有我觉得更多是因为很兴奋 能够参与这个电影 第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然后跟很多没有合作过的演员合作 所以我觉得是蛮开心的 然后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刚刚 就是紫珊乐说过就是非常有意义 是不是就是也是为了支持电影夜去拍摄的 对啊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拍的时候 是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香港没有记住 所以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公开 生活很简单 很简单 有些我听说有些去开开车 有些去做清洁 所以特别开心可以大家同心去拍一部电影 去为我们整个行业去工作 其中一个就是支持他们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你们所有人都是就是不受酬劳的 我听说是 是的 真的没有 知道这个阵容 你会不会很紧张 你跟其中几位就是很前辈的演员 也有对手戏 对吗 对的 包括有梁家辉 你跟家辉的歌合作拍摄 那个过程可以分享一下吗 紧张不紧张 过程很紧张 就像现在讲普通话一样 对吗 对啊 就跟他就是有一场戏嘛 一个跟一个的戏 单对单 对啊 而且就整个戏呢 我也是跟这个嘛 一起做的 对啊 然后就从来没有跟他碰过面的 家辉哥 因为经常跟着他 经常对着他 然后突然来一场戏 就是跟家辉哥 好 对白很多 我看到 对啊 对白很多的 我们两个都多 嗯 我紧张 嗯 他说他也紧张 对吗 不是因为见到我 是因为对白很长 而且就是 玩了 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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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就是拍摄到天亮 天亮 但是我还要继续拍 对 天亮还要继续拍 我们都很累了 但是你的对手是梁家辉 对啊 影帝 你会不会就是事情也是非常害怕的 没有 没有 还好 还好 他也忘记 原来是 所以就大家感觉很好 轻松 有一点轻松了 一来就说 我忘记 所以没问题 你可以忘记 但是你本来认识他吗 家辉哥 认识 认识 在拍摄之前 哦 之前几分钟认识 对 整个电影的 三位是就是 贯穿整个电影的主线人物 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 非常可爱 就是刘悦 顾竹林的那个女儿 应该是两位男士 跟她的合作比较多 对 因为她是演 Fiona的女儿 然后我跟Fiona 是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很多时间 跟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 拍的 我觉得她很好 因为她不是 平常有时候 你会见到很多 演戏的小朋友 真的去演 很多很多 但是就没有 这个童真的笑容 但是你在 你看刘悦 刘悦 刘悦的时候 你会看到她是 真的有 小朋友 出来的笑容 很真实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她 你同意吗 我同意 你同意 你跟Cicelya 就是两个是一个 就是准备结婚 在筹备当中的一个情侣 然后就是里面我感觉 就是男生好像 就是对那个婚礼的 很多筹备工作 好像不是太伤心 女方就很大压力 这样子 是吗 对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 就你知道女生在准备自己的婚礼 可能都会比较紧张 然后就会可能 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突然之间被隔离 要14天 然后又可能婚礼要取烧 就是因为这个人跑出来跟我说 这个场地没有了 不能举行了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 比较谢师底里的一个女生 所以就是她做什么事情 我都很看到过身影 然后我就要骂她 所以我们才能吵架 就是 可是到了最后 我又发现了 就是总是有一点爱在隔离 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 你很男人的 你在她面前 你要就是凶她的 凶佳乐的 记得那场戏吗 那场戏是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趣因为那个是我幻想 出来的 是吗 是的 不是真的吗 对 是的 因为现实中我就是一个 软皮鞋 是吗 是的 然后她说什么 其实我也觉得 还好 还好 那场戏就是加了你那个反差就很大了 你就是好害怕 其实那场戏很难拍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什么 我们都在笑 她在骂我 我在笑 她跟我说一些 突然加了一句对白 我笑到塞一个镜头 我都在笑 然后导演真的是说 我没时间了 我认真搞 我不是不认真的 我是很认真 她说话我才会笑 很辛苦 对着她 对不对 我不是要骂你什么了 是不是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我们也不能剧透太多 反正你就很 就是在里面是最面的一场 很面的 对 然后就是加了你在里面就是 因为你为什么会被她就是会骂你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酒店的经理 然后你这次在这个电影里面 就是跟我认识的你以前演的一个作品 都非常不一样 对吗 平常我可能比较多一些正面的形象 在这部电影里面是一个很假的人 就是对客人的时候可以很好的笑容 但是其实他们一离开我 我就 我的念就会很黑 甚至会骂脏话 对 有一点点的 所以就有点不同了 其实比较难的 因为我演喜剧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里面就是我看见加了你是经常需要 对着客人这样 你要顺从他们的要求 你经常会就是装出一个假笑 然后你刚刚说要转身就立马就要变成 那个会不会反而是你需要练习的地方 一定要 一定要 因为其实我平常给人的信息 印象 印象 都是有一点点的笑容在念上 阳光一点 之前已经有 很多年前有一个导演都跟我说 我要改善这个问题 所以我这个角色 就一定要演一个就是笑 不笑 笑 不笑 好 然后里面就是因为酒店 突然要被就是强制去隔离 然后如果现实中真的发生这个情况 就是尚未会怎么去度过 那两个礼拜的那个时间了 对我来讲就很容易过的 怎么说呢 这我有一个就是平板电脑 有个手机 对 已经可以了 平常你也是这样 就是现实中我没有隔离 对 我也是这样 对 很容易 好 那加伦呢 我也很简单 有一个电视游戏机我就可以了 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平常都是晚上就是 收工之后都会回家跟朋友 连线 连线 对 所以只要有这部游戏机我就可以了 对 你是屠龙还是剃竹竹 我是剃竹竹 你知道吗 好 所以就是你真的试过以前 就是出差工作的时候 试过都是 是必须的东西 基本上在几年前我买了游戏机之后 我每次出差要两个星期 我就一定会带 好 那就男生就要就是游戏机 电话 然后那女生呢 因为我很喜欢外出的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隔离14天 应该对我来讲非常难熬 因为我有一次试过要隔离 因为从外地回来 然后要隔离两个星期 然后有一天我很伤心 因为我觉得不能外出 我很不开心 所以我在看一个节目 然后有一些动物的纪录片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游泳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哭 因为我很伤心 你伤心那个点是在哪里的纪录片 因为我觉得生命 我不都可以游泳 我不可以 我只留下 没自由 你可以洗澡 你可以去洗澡 也可以当游泳 我是突然之间很感受 就是感受到 我觉得生命很伟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要隔离的话 我可能要准备很多东西给我做 然后也要在家可能跑一下步 发射一下 好 那今天就非常开心 可以看到三位聊了这么多电影的事情 也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那么有意义的一个电影作品里面 感受到大家的付出 谢谢三位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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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